孩子,别抱怨读书哭,那些吃的苦,会变成一条宽阔的路,带你走到你想去的地方,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,在学生阶段,学习掌握知识,为以后的人生获得成就的能力,就是你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使命。 不想苦一辈子,就要苦一阵子,扛得住艰难,才能配得上梦想,趁年轻,努力别怕苦,怕吃苦的人,往往是吃苦一辈子。 孩子,今天你所偷的烂,将来真的会成为大脸的巴掌,灵意所有偷过的烂,都会变成大脸的巴掌,灵意这个社会在极严厉的惩罚不读书的人,灵犯努力读书,你才能选择想要的生活。 灵犯努力读书,你才能结交更优秀的朋友,灵犯写在最后,人生是很苦的,你现在不苦,以后就会更苦,努力的人生是苦半辈子,不努力的人生是苦一辈子,少不勤苦,老必艰辛,少能扶老,老必安逸。 不要指望谁陪你一辈子,没关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离开你,靠山山倒,靠水水流,靠人人跑,没有自己,才永远靠得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